你把乐乐带回家吧 听到了吗 鸦鸦 鸦鸦再见 乐乐跟着鸦鸦回家了 乐乐已经和鸦鸦回家了 浑身是伤的一个 一个在异国他乡克死的 过去半年 两只国宝一直牵动着国人的心 这是鸦鸦回国后的首次亮相 周围有供应不尽的竹所和竹子 今天凌晨 鸦鸦结束 隔离检疫 回到了北京众物园 年离开家 老乐乐再也没有见到女儿 鸦鸦回到北京动物园后 将住进妈妈原来的家 原来的玻璃房 已经改建成了露天场地 一个月后再见面 鸦鸦明显感觉长胖了一些 状态非常好 她吃着美味的竹子 对着镜头微笑 1999年1月 六个月大的乐乐 从重庆来到上海 开始了她的工作生涯 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安 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闪耀的闪光灯 乐乐小心翼翼地走出来 2003年 乐乐迎来了她人生中的伴侣鸦鸦 2000年8月 鸦鸦出生 从小就有着娇好的容貌 但她也一直保持着天真可爱的模样 于2003年4月被选中 与乐乐一起被送往美国 孟非斯动物园 在美国度过了20年 鸦鸦和乐乐的境况 与那些远赴异国的国宝相似 只能用悲凉来形容 就在今年2月1日 乐乐去了熊猫星球 这一消息一经发布就登上了热搜 而鸦鸦则瘦的皮包骨头 毛发严重脱落 与她刚到美国时完全是两个样子 时隔20年 当鸦鸦再次见到她的父亲 喜出望外的情绪无法掩饰 鸦鸦也立即认出了她父亲的声音 心中充满了惊喜 再三确认后 她急匆匆地跑向门口 而王爸爸看到如今瘦骨连寻的女儿 更是痛哭流涕 无法自治 随后 她立即与兽医和鸦鸦进行了门外互动 回忆起鸦鸦小时候 她是动物园里最漂亮的熊猫之一 如今她回来了 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4月26日 鸦鸦和乐乐经历了漫长的飞行 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乐乐历经20年的辛苦工作 终于可以回国享受晚年 并在清晨结束隔离检疫 回到北京动物园巨星货站 祝愿鸦鸦在家人的照顾下度过幸福的晚年 能像她的母亲一样长寿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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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